礼拜三礼宝 是银子的天空 做回来切斗 空含一空 客水冷几几 心凉未透开 后后这家座船 放下家庭楼 哈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再一次收看 收听我们的发现农民粒 今天超给力的就是 我们所有所有一切的粮食 我们所有一切吃的一些农作物 你知道吗 有一群默默的在辛苦 为我们育种 为我们保种的研究人员 那他们辛苦经常 不是容易被看见的 也就是说他们不太见人 不太给大家看见 可是我们今天邀请到了 一位大工程 他其实在这领域 已经花了相当长的时间 也许你不知道 这对我们到底 有什么样的影响 有什么样的关系 但是你必须要认识一下 国家作物总缘酷 他其实真的默默的为我们的 一些总缘做了许多许多保存的工作 举办我们的粮食 或者我们的蔬菜 所有的作物 你可以想象有一天你没得吃吗 如果没有这些总缘 你就没有办法播种 没有办法播种 就不能够生生不息 所以这些生生不息的推手 就在我的身边 为大家来介绍 这是我们农委会农事所 作物总缘组的组长 我们欢迎陈述 陈组长 组长好 好 主持人好 然后大家好 陈博士其实在这个领域 花了很长的时间做研究 可能很多朋友并不知道说 就平静地把它放进来就好了 两栋枯和毒的味都可以 是这样吗 大家可能没有去嗅到一个味道就是 这个地球正在变化 是的 我前不久看了是印度还是哪里 哇 干旱到一种程度 就是根本就是土地都是干枯的 你完全就看到它 土地都裂开了 我在想说 那是怎么种东西啊 大概种不出来 那印度是这样子 然后你看到最近日本大陆 都有一下子的那个水灾 房子在河边的 半层楼不见了 汽车在路上 咻就被漂到下游去了 就是这种极端气候 是我们无法预期的 完了 问题来了 这个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的作物 绝对会的 因为像这样子的极端环境 作物是没有办法生存的 那所以呢 就需要品种的一个改良 那品种改良呢 它需要有一些 带有这些基因的一些材料 那这些材料呢 就叫做种源 那所以也就是我们这个 国家作物种源库 工作的主要任务 主要的任务是很沉重的 因为这些工作 都是比较在关起门来 实验室里面在做的事情 所以民众可能不知道说 这做什么了不起 我跟你说 很了不起 因为气候的变迁 未来暖化的形态 应该是可以预料 对不对 你说突然下大雨 一下子干枯 那你还不知道 它发生什么事了 反正就突然台风来了 或者是怎么样 可是暖化这件事情 是每一年每一年 都在往前走 跑不掉的 的确的 因为那个暖化 是全世界的问题 就像主持人讲的 是跑不掉的事情 跑不掉的 那另外呢 台湾还有这个水资源的问题 所以面对旱灾 这样的情形呢 也是常常需要去改善的 是 因为不是只有做疏红啊 防水而已 大水来了 过了以后 这个土地 我还有种子再丢下去 它可以再长 你可能想说 阿大海啊 我穿整包 都会去那风雨 把我穿了 没关系 不不得定来 可是没有种子的话 就没办法重来了 种子到哪里去找呢 我们就来找 找这个国家作物 总缘库 各位看一下这照片 我们的国家作物 总缘库 我其实很佩服的就是 其实 这一个建筑 跟一般的建筑 是很不一样的 耐震 防水 防火 怎么可以那么厉害 为什么 因为主要是说 它要收藏国家的种源 那所以它在30年前建立的时候呢 就有把这些情形考量进去 那特别是像地震 那地震的部分呢 它当时的建筑就是 现在各位大家比较熟悉的 叫法式建筑 也就是说 它像一艘船一样 在土壤上飘 所以说呢 它就可以耐震七级 那这个事情呢 是在921地震的时候 得到了一个验证 那我们整个的种源库 都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害 而且种子呢 也都没有掉出来 造成混乱的一个情形 就完整地保存了种源 这个其实令大家感觉 哲哲撑奇 因为你们距离当时的地震带 很近 大概只有150公尺 150公尺 旁边已经倒到这样 倒翘翘了 可是呢 我们的国家作物 种源库 屹立不摇 那我们不是要去称赞 就会为我好会建筑 而是我们必须 用国家的力量 去保护我们的种源 因为一旦没有这些种源 后续我们的粮食 就会出问题 你当然说 我可以进口 进口缓不济及 再加上气候的变迁 台湾又跟其他国家不一样 台湾比较潮湿 然后你看 最近台北部的部分 有下那个突然间的大雨 水库也就蓄水量 还算可以 可是可以预期台湾比较 担心的就是 没水的时候 所以我们的农作物 不能够耐旱的话 恐怕它的生长 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特别是在夏天 所以这个的防范 在我们的种子上的改良 也会成为我们一个 需要努力的方向 的确 就像主持人刚刚讲的 台湾水资源 会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大家 这一两年都可以感受得到 那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从品种的部分来说 我们需要改良一些品种 那这个品种呢 它是耐旱的品种 所以呢 它就不需要太多的水分 那这是一个目标 可是当你在改良品种的时候呢 要怎么样去找它的 父母本来做杂交呢 这时候就要从 种源当中来挑选 那所以种源库当中 收藏了非常多的种源 那我们的研究人员呢 都会去做一些耐旱 还有刚提到耐热的一些试验 挑选出一些候选人的品系 然后再进行杂交育种 那所以呢 就是对农业的永续 面对气候变迁 甚至粮食安全 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的工作 是 所以这跟选美一样 你知道吗 就要选那个头好壮壮的 品质要好的 因为品种是代表的 就是它的基因嘛 你种西瓜 不会长出萝卜 你种稻蜜 不会长出杂粮 不可能的 就是什么品种 它就种出什么样子 但是什么是好的品种 那这就是我们的国家作物 总缘库要做的一件事情 既然叫总缘库 这总缘是一个万能的资料库 就是所有你想得到的种子 我们要想办法在这里 都必须要把它保存下来 那所谓的保存 不是只有三两天 三五年 其实我们已经三十而立了 三十而立 饮水丝园 那那个园真的是园头的园 那我们在今年才刚办完 这个活动系列当中 很多朋友已经有留意到说 国家作物总缘库 真的做了好多好多的努力 那我们也让大家 借着这个机会 请陈波士来告诉大家 我们的国家作物总缘库 主要的功能跟目的是什么 国家作物总缘库 它主要的功能就是 把这些种缘永续的保存下来 然后另外我们又要广泛的 收集各界的种缘 从国外或者是 像是我们本地的一些 原民的物种我们要收集 那因为他们可能身上 都带有一些特殊的基因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研发 就是我们刚提到的一个 育种的工作 同时还有国际交流 所以我们大概核心任务就是 总缘的收集保存交流 以及研发 然后这是我们的四个主要的任务 这些事情其实不是三两句话 讲讲而已 我刚刚听到这个博士讲说 他们现在有新一批进来的 研究人员三十几岁 哇很辛苦 学姐学姐 我这一趟做完 学姐就说 你们就将来等退休了 就是很多的努力 是现在的耕耘 是要几十年后 才会感觉到说 哎呦你当初好棒棒 所以组长 你现在有在感受到 你刚刚出社会时 所种下的这些努力的果实 而在现在感受到说 好棒 我有把这些把它保存下来 有有很深的感受 像我们6月30号 办了30周年的时候 我们有拼凑一个方舟 然后代表他航向下一个世代 那当时长官贵宾在拼凑的时候 我其实站在旁边就哭了 因为就想想这30年 然后呢 但是这也是一代一代的传承 要有第一任的组长 第二任的组长 然后一直到我 我们一直把这样子的一个 国家保障传承下来 是 这个传承是相当重要 那因应环境的变清 我们更需要克服的是 怎么样逆天 听说不要 就一直要软祸 听说不要 就时不时给你下大雨 或者给你干旱 我怎么逆天 我有没有可能逆天 我必须把它保存在一个 适合的环境里头 所以我们的种源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保存要怎么保存呢 我在家里面保存食物是这样 东西都给他拼凑就好了 放冰箱就好了 那有些人可能说 我现在不想结婚 我等到哪一天 我想要结婚的时候 那再来 再来用我的卵子 不如趁年轻 先去给他冻软 冻起来 各位你懂 那个感觉就是 我先预作准备 把它储存下来 可是储存的方式 不是只有冻起来 放冰箱而已 储存方式 有各种不同的特性 我这个就是专业的 这我们实在不懂 所以储存的环境 其实你要知道 什么时候用 可能未来会用 将来我要传承给下一代用 那要依着这样子的 功能的不同 去设计整个储存的方式 对不对 对 那所以国家 作物总员库 它就是有一个 很好的储存设备 那刚刚就是主持人 有提到冰箱 它跟冰箱最大的不同 就是我们冰箱 也许它可以有冷度 那比如说我们 卖那个冰棒啊 什么的 它也可以到-18度C 但是它是潮湿的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然后国家作物总员库呢 它的整个环境呢 就是经过一些精密的计算 然后所建筑出来的就是 它是低温 而且是低湿度 低湿度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如果要让 种子的寿命延长 大概有三个因素 第一个种子本身 它的含水率 就要低 我们一般都把它干燥到 7%以下 那另外呢 环境呢 就是要在低温 低湿的环境之下 然后才还能够保存 然后大概是 这样子的一个原理 是 就是说它会依着 它每个种子的特性不同 而不是说 都总把它放在冰箱 不行哦 有一些它有湿度啊 还有那个低温低湿 然后还要看种子不同的特性 然后你要让它的水分保持在 7%底下 它才能够维持它那个 它的生命力 不然你就 啊 东西我把它放下去 我跟你讲 你如果储存不好 会变成空泡弹 就拿出来 不可以 不能用 那这个就是博士在研究的时候 它最主要的功能 也很感谢 其实我们的团队 有许多许多 对于这个使命感 是很有那种责任的 才会觉得说 这件事情要努力 当然国家政策 也是把它当成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因为没有这些 种子就会没有粮食 就没得吃了 对因为没有种子 你就没有办法 应付现在的一些 气候变迁 甚至是特殊的目标 然后你就没有办法育种 那你没有办法育种 你的农业就没有办法 继续下去 就没有办法达到 永续农业 那同时严重的话 会影响到 国家的粮食安全 是所以种源啊 品种啊 我们必须把它保存下来 保存这件事情 不是我们讲的这么简单 因为每一样的这个农作物 它都有它各自不同的特性 那怎么样能够保存下来 你不失望 而不会到最后 我会影响的时候 我放十年啊 拿出来没影响 你会哭哦 你真的会哭哦 不是只有他哭 不是研究人员哭 是我们大家都会哭 但很高兴就是 国家作物种源哭到现在 三十年来 真的非常非常努力的 把我们该要有的种源 都保存下来了 那这些种源 其实不单单是 只有我们国内的 国内的一定要保存 是不是有些东西 必须要借助国外的力量 我们再把它汇整起来 那都是什么样的来源 我们要怎么样去挑选这些 那怎么样注意 才能够把它保存的下来呢 在我们为什么要收集 国外的种源 一般就是依据我们育种的目的 那我们会去国外的 种源资料库去查询 然后把它引进 那有些呢 是我们研究同仁会组成的 一个采集队 然后去收集 那这主要的目的 都在扩大 这个种源的一个 遗传奇异度 那只要遗传奇异度要够 是 就是说你的 什么叫遗传奇异度 就是 简单的说 就像我们每个人的DNA 都不一样 对 然后我们要找到 很多种DNA不一样的 是 的种源 然后我们把它收集起来 那有一天 当我们要用的时候 我们就叫他们 就是 就说都种到温室去 去排排队 然后我们就开始 选美 选耐热 或是选耐旱 是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会从国外 引进一些种源 是 是这样子 好 这种源其实包括很多 各个国家啦 然后当然还有这作物 就是有一些是 包括水稻啊 茄子啊 或者是我们的各种的 不同的农作物 那这个其实是 很专业的工作 只让大家知道说 这些看似简单的东西 不过就是个种子嘛 种子很便宜耶 没有的话 根本连将来的永续 都谈不上 所以不管是我们做 水稻茄子 或者像铜号 或者蔬菜 花椰菜 这些高粱啊 或者番茄 这一些 我们都要透过这些 收集 甚至要去做一些改良 那有这些东西之后 我们才能够来进行 这所谓的保存 那保存这件事情 其实对于没有见过的人 大家不知道 到底这个我们的种子的 总源库是长什么样子 我们现在就透过一段影片 让大家来看一下 你可以带大家实际的 进入这个画面里面 去看看国家作物总源库 到底在做些什么 那我们看到这里面 有一些种子入库的流程 这是在30年前启用的 它必须要有低温 低湿 你看这设备 这栋楼其实当初建造的时候 就不便宜了 花了4亿多 保存啊 研发啊 收集啊 这些都是我们主要的工作 对 像我们现在从 就是画面上 可以看得到就是说 我们的种子啊 它必须经过种子的精选 然后发芽率的测定 含水率的测定 一长串的一些程序之后呢 才会进到种子的包装 是 放在种子处理区 对 然后材料要登记清楚 还要拼好 对 材料要登记清楚 那同时呢 也会搭配它的基本资料 跟特性资料 然后登记在这个电脑上 那种子精选呢 主要就是把那个种子 比如说形状不好的种子 有病斑的种子啊 然后或者是混杂的种子呢 把它挑掉 那干燥的部分呢 我们刚刚说 它必须要干燥在7%的 这个person之下 所以我们就放在这干燥室 这干燥室呢 它的湿度非常的低 大概只有15到20 非常低 所以类似说 种子放在这里 就是把你的水分 蒸发出来 抽出来的这种意思 那我们为了了解种子呢 含水率有多少呢 所以我们每个一段时间 就会进行这个含水率的测定 那含水率的测定 达到标准之后呢 才会进行这个入库的一个 做 动作 那另外呢 我们可以 还有发芽率的测定 譬如说这种子啊 我们并不知道它好不好 所以每一批种子进来呢 我们都要先检查它的发芽率 那如果发芽率不好呢 我们这批种子是不能放到种子库去的 是这样子 那发芽率就是像 可以用很多的方法 像我们看到的这个是直卷法 是 然后最后呢 经过这样繁复程序的种子呢 然后我们就会把它包装 然后包装呢 是用铝箔袋包装 那主要是铝箔袋 把它密封了之后呢 它比较不会 就是有湿气进入 那这个 现在我们在看到的呢 这是我们的种源的短期库 短期库大概是10度C 然后相对湿度50%以下 那这个部分呢 主要就是专攻育种人员 储藏他们经常在取用的一些育种材料 例如青本啊什么 然后在中期库的这个部分呢 大概1度C上下 那相对湿度是45%下面 那所保存的材料呢 就是提供种源分阵 然后我们会把它拿出来种下去 然后进行这个种源的特性调查评估 那长期库的话呢 温度是-18度C左右 那-18度C相对湿度是在40%以下 那这个温度是跟那个 位在北极圈内的一个 我们大家俗称为末日种子库 它的一个温度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可以长期的保存种源 再加上它的一个繁殖 可以是永续的保存这些种源 然后留给我们的下一代 这些收集的工作 其实是很耗费心力的 坦白讲要是我在这里工作 我觉得太枯燥乏味了 都没有人味 因为都是种子 而且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够出错 每一个种子都必须要精心去处理 因为每一个状况都不一样 那光是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 我就觉得说 那个工作其实是很严谨的 因为你在学美之后 我看他们很细心的手套戴着 用那捏子一个一个去夹 然后把它合起来的时候 你还要量间距你不可以让它黏在一起 然后卷起来 还要镂空 再放进去 但不过不是我们刚才看到 这画面里面 其实有很清楚的看到 短期中期跟长期的种子库 那我相信这个功能是不一样的 我们也透过它的特性不同 我们请博士给大家介绍一下 像这个是短期性的吗 这个是短期的 主要功能是做什么 它主要就是给我们育种家们储存 他们经常使用的材料 就例如说 他们可能会副本跟母本 然后进行杂交之后呢 就会产生一堆的后代 那这一堆后代呢 它要进行一些筛选评估 那所以它就可能会先 借放在这个地方 那等它这个研究 告一个段落的时候呢 它就会把这些 觉得没有用的一些杂交后代 就把它清除 所以那其实真正我们所谓国家 总员库是从中期库开始 中期库跟长期库 那短期就是暂时放在这里意思了 对 前显易懂了 对提供一种家们寄放总员用 寄放在这里 为什么要寄放在这里 你可能自己储存的空间跟环境 都没有这么 条件没有那么好 那这个是国家的一个总员库 它一定湿度啊 低温啊 低湿啊 它一定要在最好的环境当中 可是这个短期库是属于暂时计放的 对 它可能会再去做不同的这个 这个调配或者配种 对 那中期库其实的功能又不一样 中期库这边放的种子 那它大概 依作物的不同 可以到30年到50年 那这边的种子 我们主要呢 就是把它取出来 来分赠给大家 所谓的分赠就是 但是我们分赠的对象是只有研究人员 研究人员 那研究人员如果觉得这些种员 对他研究很重要 他会就来申请 那申请之后呢 我们因为种员都很少 我们每次分大概就是25例左右 那么少 很小气耶 对对对 因为通常是25例左右 那研究人员会再把它种下去 然后把它变成25例变成1000例2000例这样子 好厉害哦 对然后它再进行 继续进行 那所以这中期库主要是提供分赠 然后也提供种子老化的时候 我们自己会拿出来做繁殖 还有种下去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顺便进行一些 相关特性的筛选跟评估 是就是等于是 经常使用的一个活用空间 是是 对我也很好奇说 放在这里以后源源不绝吗 我随时来拿都有吗 不是说你没有种过 然后拿来种以后 种好了 再有种子 就可以从一到十到百到千 各位这个外行的 不知道 但是这个就是人家的研究 很严谨 很专业 所以从短期到中期 就是一般的农民朋友 你在使用 或者是研究单位 要来进行研究的时候 都会在短期中期里面 比较常会见到 我们还有一个长期 那真的是一辈子的使命 博士是不是也来告诉大家 长期库里面主要的功能是什么 长期库里面主要的功能 可以说算是永去保存 那它的温度是-18度C 然后呢 它的湿度就更低 大概是百分之四十以下 可以看到画面上的 这样子的一个 那它是都用铝罐来包装 那后来有部分改成铝箔袋来包装 那长期的话 它的衣物作物的物种不同 可以放八十到一百年 是 所以我们就是可以永续保存这些种源 可是八十到一百年 一直传承下去 还是会到它一定的时间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大概每隔五到十年 都会把说拿出来抽策 不论是中期库或是长期库 那如果说 它的活力率有下降的话 我们就会把它就重新种到田里去 重新种一次 再让它长出种子来 再把它收集起来 你看我也学会了 把年轻的再收起来 以免老化之后 我们就会失去了这个种源 是 是这样子 所以各位 那个不是说 我把它放在长期库里面 就一劳永逸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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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我们工作 研究人员在做的事情 他一段时间要去抽检 知道它的品质状况是如何 然后如果说 其实东西都会老化 那是自然的 所以那个动软这件事情 要用以前的 不然你还是觉得 它是会老化的 因为储存工签 一旦出问题 它不会通知你 咿咿咿 拉警报 不会 我们还是要用人力去检测 那这真的是专业 然后呢 再把它拿出来 再把它种到土里面 让它长出相同DNA 相同基因的种子 同一份种 然后再把它储存起来 对 你听到了没有 那个长期库是几十年的事情 对 是 阿娘 伟师那时候你在吗 我们就传承给下一代 我们总员库的责任就是 一代一代把这个国家保障 传承下去 对 那保障的一些什么 其实包括杂粮啊 稻米啊 是 还有蔬菜 还有蔬菜种子 一般在餐桌上看到的这些种员呢 基本上我们都有 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些特别的种员 就比如说原生种员 那原生种员呢 因为很多原生种员都是原住民族 他们在使用的 那因为长期的一个巡化跟演化下来呢 我们发现一些原生种员 它都是耐旱啊 耐寒啊等等的特性 那例如小米 它就是一个很耐旱的一个作物 然后它可以在非常贫洁的土地上生长 这个我们到原民部落 跟大家就是一起 交朋友一起来做这种员的时候 我那时候也很惊讶 就是它们都不像我们一样 很认真的去育苗 我们育苗就是说 我们先把它装成 它们很随心 对它就用撒的 然后呢 而且那个地上啊 就是你会觉得那土 就这么一点点 然后很多都是那个小石头 可是它就这样撒了 可是它就可以长出来 所以说小米是一个非常 非常惊人的作物 那所以说 也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联合国在几年前就决定 把今年2023年定为国际小米年 然后它会认为国际小米年呢 是未来的一个粮食作物 也是各个国家可以粮食 自己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那另外我们还有收集像油盲 还有台湾梨 那它们都有耐旱的一些特色 那油盲还可以抗寒耐炎 而且这两个作物还是台湾特有种 就是只有台湾才有的品种 所以就除了我们餐桌上的 这些种源之外 我们还会特别去收集 这种特殊的种源 是 所以种源能够把它保存下来 其实这不是在做我们这一代的事 讲到这里都觉得很感动 因为对于我们国家作物 从源库来说 这么辛苦的工作研究人员 他们在做的是下一代的事 那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我们才有源源不绝的粮食 可以来食用 那这个的过程里面 我们不太容易在生活当中感觉到 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可是关系很重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源头 我们后面没有得中 没有得中你根本就没有得吃 那刚才又讲到这个国际小米年 这是在今年我们国家作物 总源库办的三十而立 饮水师员活动当中 可以说是一个很受到大家注目的活动 那这个小米的活动 我们先透过一段影片 给大家认识一下 这个小米 那为什么在部落里面 这样丢了它就可以中 我告诉你 真的是带有希望的 因为在部落里面 小米就是持续的在被栽培着 其实小米曾经在部落里面流失 然后后来台大的一位郭华老师 然后从美国把这些小米再找回来 那另外也有其他的研究人员 也在寻找这些小米 那目前我们总源库 大概有242份的小米 那在这个活动当中 我们是拿出了100份 当初由台大农艺系教授 所引回来的这些总源 那所以呢 待会儿的片子我们会看到 现在是卢凯族的巴青熊教授 然后呢 他就在那个贫瘠的土地上 种小米 然后他 对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是泰雅族的巴翁女士 然后他也是种了小米 那种了小米之后呢 会发现不但语言回来了 文化回来了 人与人之间的感觉 也都回来了 所以这个对原名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呢 也是布农族的一位老师 那他做的呢 就是小米的一个食农教育 他把这些小米呢 种在这个田里 让很多的孩子们 然后可以从小就熟悉 那接下来看到的是 也是布农族的 然后他是在南投 这是一个很年轻的老师 然后他是在一个国小 那他就是一直带这些小朋友 熟悉这些小米啊 然后其实小米除了他是一个食物之外 对原名来说 他更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文化 那所以我们在办那个活动的时候 我们除了在推广小米种园 也更重要是希望 藉由这几位的分享 让更多的原名朋友知道说 哦原来他可以做成这样 那我也可以来做成这样 是是是 对所以是这样 我觉得小米其实是原住民朋友 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上的一种仪式文化 或者是人与人之间感性的交流 那因为我们平地人真的很怂 我只会想到小米酒 可是各位 我觉得对大地的敬重 尤其像他们在丰年纪的时候 他们的祭典是很很 很尊重的 然后很庄严的 可是我们平地人有时候会有点戏念 他们就这样 其实你知道吗 他们是祭典 不是在庆贺 那有时候 为什么他刚讲文化回来了 那个文化是要透过粮食 在告诉你 你对大地的尊重 那那个大地的尊重 不是只有原住民 其实我觉得我们 都应该要用这样的心情来看待 尤其这件事情是严肃的 因为气候变迁 是必然 将来的暖化 你一定会遇到 我们怎么可以不畏雨绸缪 你一定要及早做准备 那这个准备 刚好我们到了32历 就是30年 在我们国家作物总员库里面 我想包括我们农委会的主委 陈吉仲 陈主委 也非常非常的赞扬说 这件事情的使命感 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是必须要透过国家的宝藏 来传承来应用的 所以在这次的活动里面 也得到很大的回响 的确就是这次活动当中呢 有很多的学校的老师们 还有很多的种苗业界呢 都有来参加 那主委更是亲自立临 然后呢 也有告诉我们说 这是一个国家很重要的一个建设 那农委会早在30年前 就已经想到这件事情了 那所以农委会长官会继续支持 这样子的一个 作物总员库的一个营运 是 总员库其实要能够营运下去 是有一些传承的 很感人的是在国家作物总员库成立 30周年的时候 组长 你前面的长官都回来了 对 前组长一起齐聚一堂 很感动的画面 对 这其实也是我们当初 办这个活动的另外一个 非常重要的主轴 就是希望邀请前任的组长 一起回来 因为这个总员库就是一代 接一代的去把它传承下去 那我们这一次呢 就是除了第一任组长 他在国外 第二任 第三任 第四任 到我是第五个 然后全部齐聚一堂 就是刚刚那张照片 这也是非常开心 那这些组长有些都已经 七十几岁了 然后他们都特别回娘家来 然后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也许我们只讲一句开心 但是你知道组长还没有用 他站在旁边已经快哭了 为什么光是 我们找一下刚刚那张图片 我们组委那个诺亚方舟 各位你看那张的图片 诺亚方舟其实那是 一块一块把它拼凑上去 为什么像方舟一样 我们要把它种子放在里头 你知道吗 这个诺亚方舟 无论世界环境变成怎么样 这个传承必须要能够传递下去 对 所以我们在这个活动 设计了一个这个诺亚方舟 那它是一个立体的拼图 也就是像刚刚主持人讲的 一块一块拼上去 最后还盖上了船舱 然后由主委跟所长 把这个重要作物的一些种子 都倒进这个船舱 象征着它满载的这些种子 航舱下一个世代 下一个三十年 或下一个夹子 是这样的一个意义 航舱未来其实必须要有 更多人共同的努力 光是我们刚刚讲到小米酒 小米 这个小米其实是集合了许多 部落的好朋友们一起参与 所以当时我们也举办了一个 系列的田街观摩推广活动 那在记者会当中 其实各个部落都有 他们各自的特色 那透过小米让文化回来 然后让我们的感情也回来 那其实我们是用这个 透过小米的种园 小米的种园田区巡礼 把五个部落 五个族十二个部落 他们各自的 哇这个要溯源 把他们的小米都找回来了吗 博士 对其实我们 对找回来 然后我们那时候是种在 我们的一个试验田区 然后请大家来看 那原民朋友都非常的开心 然后 事后 因为我们跟他们都是朋友了 然后他们会在FB上 说哇 怎么会有这么长的小米 怎么会有这种颜色 就是各个部 其实各个组种的不太一样 那可能他们手头上的小米 也没有这么多样 所以大家非常开心 那另外刚刚有一张照片 是大合照嘛 是 那那边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 大家可以看到左边 有一位这个长老 然后穿 穿着他们布农 其实所有来参加的人员 都是穿着族服 那我们并没有说 跟他们说 我要来参加这个 要穿族服 但是大家都认为 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在签到台的时候 又非常感动 哇 这一位也穿族服 那一位也穿族服 那其中有一位就是 其中一位原民 他就带了他们的长老来 不是齐老哦 是长老 那长老在现场呢 就是透过翻译 然后他觉得非常的感动 所以他就要 他就跟我说要求 他能不能上去讲话 那所以那个长老 他就上去讲了很多很多话 然后透过翻译这样子 就是原民朋友也非常的开心 那跟原民朋友相关的一些 学校的教授们呢 也都非常的开心 我想这份开心是来自 我们三水儿里 银水思源 那这个源是 真的是来自我们的种源 那这个资料库 其实就在我们国家 作物种源库 那这种源库 其实我们花了很多国家的力量 去支持 然后去做 也希望大家能够 对这些多一些的了解 那也能够意识到 环境正在变迁当中 你看那个 你知道 冰块都快要溶解了 北极冰 没底下了 那但是好极端 有的地方又干旱 没有水 有的地方就是在淹水 这种气候的变迁 一定会发生 那我们怎么样 把我们的种源 能够把它保存下来 其实不单单是 我们唯一的使命 种源库只是其一 我们还有组织源 以及保存源 这些其实都是 我们的工作范围 另外 种子我们刚刚说要干燥 那因为有些种子 它是种子的特性 作物特性 它的种子经过干燥之后 反而会死亡 那我们称之为 无性繁殖作物 那这些种子呢 我们就是用 组织培养的方式 来做保存 组织培养就是 切它身上的一些 芽点啊 枝条等等啊 然后来做繁殖 那另外呢 就是只能现地的来保存 就是把它直接种在地上 然后就是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来照顾它 例如果树 就会是这样子的一个 保存方式 那这些种源 其实我们可以透过 图片来看到 你平常在吃的一些蔬菜水果 如果没有这些种源的保存 你是没得吃的 那如果像我们这些稻米 也是一样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种源 你将来也是没有米 可以吃的 那还有很多 不管是花生啊 或者是我们吃的油品啊 这些你看似很简单的东西 如果没有种源的保存 你也是吃不到的 还有我们刚刚讲的小米 还有各种种种源的利用 到种源到品种 这一些都是透过我们国家 作物种源库 去把它保存下来 那这些存封的 不是为了我们这一代的人 而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为我们的下一代 保存一下这一些重要的资源 这是我们留给孩子 最大的财富 对 如果没有这种子的话 说什么都没有用 那我们也要庆贺 就是32粒饮水思源 这是我们国家作物种源库 已经30年了 相信将来长长久久的走下去 我们要把更多更好的资源 要给我们留给下一代 也非常谢谢陈博士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好 谢谢 感谢您 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跟着我一起 发现农民力 关心农渔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